夜晨不再犹豫 焚血绝 天妖肢体 百歇体等等 施展到了极致 五重天的毁灭道印 悬浮在身前 灭之法则荡漾 整个人宛如灭世魔神一般 丝毫不惧地迎了上去 既然这一次夜晨单枪匹马地进入明龙神殿 更是和明龙神殿的恩怨提前爆发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璀璨的原浮和毁灭道印 持续释放出一缕缕浩瀚的毁灭之光 嗡嗡作响 一片片符文线下交织 神兮灿烂 如有大道浮沉 夜晨煞剑高高举起来 一剑斩向那明龙强者距离而成的大阵 无尽雷鸣闪耀间 一条巨大的明龙猛然浮现 这条明龙虚影 身躯魁梧 整条龙身连绵无尽 隐藏在云层里 压根看不清全貌 两颗硕大的眼瞳 犹如日月星辰 血光湛然 一层层血晶般的鳞片 仿佛钢铁胶柱 覆盖在它身躯上 流转成一圈圈的符文 赤芒璀璨 汉人心神 明龙神殿的守护龙 叶洛尔眼神一闪 突然想到了什么 大声喊道 叶大哥 这是守护龙神 小心 守护神龙盘踞在天 眼瞳直勾勾地盯着夜尘 他已经捕捉到了 黄泉圣水的气息 黄泉圣水 可以净化一切罪孽印记 但是并不包括 上位者的因果 赶在我明龙神殿撒野 给我死 守护龙神咧开嘴 露出两拍刀脊般的牙齿 表情非常的猙獰 说话之间 周围雷霆汹涌 所有深海水流 全部在电击之中 形成噼里啪啦的声音 明龙神殿强者 此时已经都退了下去 将战场交给了夜尘 和守护龙神 自裁吧 本座可以给你留一条全尸 守护龙神舔了舔嘴唇 模样非常猙獰 月魂斩 夜尘咬咬牙 挥动煞剑 一剑狠狠地斩住 漆黑剑芒狠狠斩向守护龙神 不知死活的蝼蚁 真是有趣 守护龙神淡淡一笑 不闪不避 应收夜尘一剑 夜尘的剑芒 斩在他一身钢铁血精般的鳞片上 连席鳞都破不开 只留下一条白痕 似乎夜尘的这一击 压根伤害不到他 好恐怖的防御 夜尘心头一紧 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吗 那就再加 此行就是要跟明龙神殿 不死不休 他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心里的战意热血沸腾起来 魂体转化 今日我便要看看 跨入半部始源之后 人前辈的那道血月图天斩 会如何 夜尘并不打算放弃 当即抓住机会 一声灵鹤 洛神降龙剑出现在夜尘手中 他阴阴感觉到 明龙神殿这条守护龙神 畏惧血月之力 这是直觉 血光浮动 剑芒炸裂 洛神降龙剑紧紧地握在手中 一挥之间天地昏暗 天上浮现出了一轮轮血月 洒下一线片赤红的月光 看着天空上的几轮血月 守护龙神此时也感到心悸 脖子上仿佛被架了一把剑 脑袋随时都有被斩落的危险 因为在岁月的尽头 曾有一个叫任非凡的男子 以洛臣降龙剑斩伤过他 这也导致洛臣降龙剑和血月 成为了他心中 久久无法驱散的魔障 他本以为 此生再也看不见这一剑了 但是眼下竟然又一次出现了 这小子根骨如此年轻 为何会此剑呢 难道是任非凡的徒弟 这一剑 面对夜尘的血月图天斩 守护龙神也感到无比棘手 仓促之间无法拆解 只能一击甩尾 要逼夜尘回剑自首 如此强大凛冽的龙尾甩来 夜尘却是不闪不避 硬扛下了这一击 夜尘剑起仙道 狠狠斩在守护龙神的躯体上 这一剑 血月图天还借助了毁灭 倒印和圆服的威势 杀伤力非常之大 守护龙神的身躯 顿时被斩出一道猙獰伤口 深刻剑骨 鲜血滚滚直流 汇聚成瀑布当空落下 还有一块块的鳞片 漫天飞射 一片狼藉 夜尘这一剑 竟然直接让守护龙神重伤 守护龙神 就这样吗 还是说 你畏惧这落尘降龙剑 夜尘神色依旧淡漠 似乎是在说 你也不过如此 不过他也隐隐猜到 这明龙神殿的 守护龙神和任非凡 有一丝因果沾染 不远处的宇文基剑状 心头滔天怒火 夜尘竟然比之前更强悍了 关键龙神 为什么会畏惧这一剑呢 这一剑固然强大 但守护龙神 应该镇压才对 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不再多想 宇文基大手一挥 所有人 都守 他不想给夜尘任何的机会 这小子太过邪门 给我镇压了 无数明龙强者龙爪手持 巨大的长戟 每一剑长戟之上 都镶嵌着 散发着红光的宝石 宝石之中 偶尔闪过的雷霆之力 一条条龙形 高高举着长戟 刺向夜尘 四面八方 无尽法则涌动 哪怕是夜尘下方 也有明龙强者 汉不备死的长戟 八部浮屠 给我镇压 佛光耀眼 夜尘整个人身上 已经镀上了一层金光 所有的佛祖道祖 浑身凝结着金光 每一层的八部浮屠塔 都能看到其中 栩栩如生的佛像 正义的气息 佛家的生机 在这有黑的宫殿之中 展现出极其璀璨的神光 长戟上的红色宝石 喷涌而来的红光 与夜尘 八部浮屠塔的神光 相互碰撞在一起 爆炸的光圈 将所有明龙强者 狠狠地拍击出去 这些强者 是宇文基 费尽心思挑选出来的强者 但是此时 面对夜尘 他们依旧是那样的无力 挫败感 是每一位正面接触夜尘的人的心声 宇文基 你还要藏在他们身后吗 做个明龙神殿的懦夫 夜尘煞见所指宇文基 一字一句道 轮到你了 宇文基虽然有些愤懑 这些强者不给力 此时却也忍不住 想要亲自动手 灭一灭夜尘那嚣张的气焰 既然你迫不及待地找死 宇文基甚至都没有把话说完 已经化身漆黑明龙 周身流转出浓厚的黑暗气息 只见他仰天咆哮 发出撼动天地的音波 锋利的龙爪狠狠地贯穿虚空 直吸夜尘 落太虚前辈 请助我一力 话语刚落 瞬息间 夜尘的周身涌动着 无尽的星海之水 而夜尘脑海之中 更是浮现出了一道声音 我就不掌控你的身躯了 但我有一剑 名为星海之剑 今日助你 星海之剑 洞川 夜尘敢知道了什么 也不废话当即 周身涌动着极强的星海之力 一缕缕的星海符文 缠绕在弓身之上 绽放出璀璨的金光 无尽星海精气 凝聚成一只星海箭矢 这只箭矢搭在弓弦上 气息高度凝固 已经不是虚幻 而是变成实质的固体 仿佛真的是金属钢铁铸造 夜尘手指一松 星海之剑爆射而出 强大气流贯穿虚空 金光浩荡 居然汇聚成一股洪流 小小的一只箭矢 彻底彻底化作金光洪流 如横贯星空的长河 滚滚不绝往前咆哮 目标直指宇文机 有点意思 但还不够 宇文机几乎没有躲闪 而是在夜尘的箭矢 冲射过来的时候 龙爪之中 骤人出现一块流光溢彩的 万龙鳞片 万龙鳞片 没错 玉外天地之间 可以称得上是 最强硬最坚固的东西之一 如此轻巧地 就将星海之剑 箭矢抵挡了下来 不过隐约之间 万龙鳞片之上 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痕 宇文机自然发现了这一问题 表情凝重了几分 不过瞬息间 就换上了一副笑容 因为在他看来 夜尘依旧是死局 该我了 宇文机不再犹豫 双爪之中 形成一道巨大的风胀 一条条带着 恐怖龙翼法则的龙卷风 铺天盖地地呼啸而来 无数沙粒碎石 都被席卷而起 烟尘滚滚 狂暴的风灾 宛如梦魇般 朝着夜尘袭沙而来 风暴还没停止 天上又有雷霆肆虐 一条条雷电宛如蟒蛇 狂然轰击而下 炸得大地开裂 飞沙走失 那些凝聚的风电雷雨 撕扯般地向着夜尘 喷涌而来 夜尘面色顿变 只觉周围的法则之力 浓烈了许多 这是明龙神殿的富能 还是说这一招 宇文机借助了天地之能 他不知道 此时只能借力脱开 这铺天盖地的风暴 然而 这风暴古怪到了极致 甚至对夜尘 有着隐隐限制 夜尘施展了无数道神通 乃至鸿蒙大星空 都无法破开 这仿佛是一道 借助天地之势 而形成的囚困之阵 但又不是阵法 难道要动用玄仙子 和玄妖精血的力量吗 就在夜尘思索时 一道陌生且熟悉的声音 突然响起 夜碧王 超级无敌 宇宙帮他 我最酷的祭林来了 夜尘无语 虚空之中 突然碎裂开来 一个窈窕的身影 破空而出 正是祭林笑阴阴的俏脸 能有如此浮夸台词的出场 也只有吉林了 夜尘看到吉林 以及站在他身后的 贪狼大帝 心头大喜 看来今天 命运之神站在了他这一边 小子许久不见 你的修为 竟然增长得这么快 贪狼大帝爽朗地笑声传来 看来这段时间 不仅仅是他们机缘颇风 夜尘收获也是不小 就是你想要欺负夜尼王吗 吉林哼了一声 手掌灰色毒雾凝聚 眼神戒备地看着语文记 全部门 缓总